伴隨歡呼聲和鮮花熱烈歡迎 國王查爾斯和民眾一一握手 但眼間網友們卻發現哪裡不對勁 原來仔細看 查爾斯三世 十隻手指不但明顯泛紅 而且異常腫脹 宛如相昌 引發各界熱議 其實查爾斯通紅又腫脹的香腸手 過去就曾被拍下引發討論 根據英國醫學博士奈伊表示 這並非重大疾病 由於水腫耗發於六十五歲以上族群 推測查爾斯國王可能只是年紀大 或關節炎導致水腫 或是體育滯留 才造成四肢末少腫脹 成為國王後的查爾斯三世 一舉一動都被放大檢視 她十號在登記會議上 準備簽署文件時 被拍到面露不悅 還不斷揮手示意 要旁邊工作人員 把桌上東西通通清掉 好不容易坐下 簽完第一份文件 輪到第二份文件時 又因為前方物品擋到 查爾斯三世 對著工作人員 露出咬牙切實表情 外媒報導 查爾斯國王要求收走的愛眼雜物 其實是兒子威廉和哈利送的禮物 被拍下一臉不悅 不但身旁的王后卡米拉和威廉 看起來十分尷尬 網友們跟批評 查爾斯呼來喝去的樣子 相當沒禮貌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去世後 許多人認為查爾斯聲望 遠遠不及她的母親 也先請大英國蝎 拖鷹浪潮 先前澳洲總理愛班尼斯就成表態 澳洲需要一個自己的國家元首 沒想到路透接著爆出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也在週一表示 他相信紐西蘭將在他有生之年成為共和國 讓大英國協續存議題面臨重大考驗 記者陳立新報導